8月17号Costco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第一家门店在上海米航区开业 停车三小时 结账两小时 开业半天因客流过大不得不暂停当日下午的营业 那么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斯塔克同学 其实也听说在国外其实也生活过一段时间 那么对于我们Costco来说给你的一个感觉是怎样的 因为之前就是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 我们也会经常定期的去Costco 因为Costco是个会员制的这么一个超市 所以一开始出国时候还不太习惯 那么Costco它的价钱的确是会比我们平常接触到的 生鲜超市会来的便宜很多 而且更加的合算 然后它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于 你必须购买它的会员卡你才能进入场内去购买 那么其实也针对近期线上购物也是持续的狂欢 线下购物近几年来 就是近一年来也是很少被提及到的 那对此也想问一下班老师 其实Costco的这样一个开业 以及超市的发展后续您觉得会是一个转折点吗 好的 其实我觉得针对于线上与线下的讨论已经好多年了 从天猫以及淘宝 包括京东等等这些比较大的电商的发展情况来看 确确实实每年的销售额都在增长 特别是在双11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天的成交量都达到几千个亿 所以说我觉得目前大的趋势上其实还是线上消费 可能说是一个大的潮流 那么这种我觉得开事客的进入上海 那这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线上和线下的这种两个这种购物形式的是一种良好的一种结合 因为开事客一般我们刚才也讲了 它是一个海外的一家机构 海外的一家连锁 那是进入到上海 那其实它的货源方面 它会占据很大的优势 就是从国外 特别是一员想买海外产品的一些顾客 那不需要进行到国外军购买 对吧 它只需要到超市里面就可以购买到 可能说对于整个的这个线上也是会形成一个这个竞争力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更多的还是一个这种互相的一个这种补充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整个的线上线下 我觉得也没有去说完全的一个界限 有的很多人呢 这个在在现实生活当中 对吧 这个线下看好了到网上去买 对吧 有的在网上看好了 一到线下去买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呢 可能说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这种博弈的一个过程 那最终呢 还是要利好我们的这个消费者 如果说消费者得不到好处 你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你都是做不好的 所以说未来呢 对于整个的线上线下 我觉得还是应该来说是一个互补的一个市场 中国的这个内地市场 依然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那我觉得未来啊 它在中国的这个市场 我觉得应该来说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那么谁想问一下屏幕前的您 您是更喜欢线上购物还是线下购物呢 欢迎来到下方留言区 看我们的留言 实时互动就可以了 关注一蒙财经 构建你的盈利体系